曾經擔任攝影記者現在是自根農 並且經營美好花生的花蓮攝影家鍾順龍 日前在好地下藝術空間 舉辦了首場攝影各展路過 利用往返花蓮鳳林和南投普里七十家鄉的中橫公路 一年有三到十趟車程 記錄下沿途風景 載期直到6月1號 返鄉屆滿11年的鍾順龍 日前在好地下藝術空間 總監田明章邀約下開展 將其日路過系列作品《精選十三陣》展出 由於場景是往返花蓮鳳林與南投普里 妻子家鄉的中橫公路 由婚姻篡起的另一個家作為行程的目的地 同時也成了生命的另一個起點 鍾順龍希望將這系列在花蓮展出 表達他的婚姻、生命與目標 在這些不期而遇的風景裡心境的轉換 這個展覽的概念就是 然後我太太是放棄 那邊就在高原廠 所以 凡一年大概有幾個月 我們只需要學律師 換課 所以我把這整個過程當中的 然後開始慢慢的去 再用一下這個路徑當中的功能 所以你曾經也 我們一下子 就是下到 那時候結束很高 那個時候那種感覺是非常合適的 那個時候大概 印象滿深的 然後當然也有 因為高山啊 會有一些 猴子啊 這些 或者是 在迷雾中有 很大群的鳥 在聽到聲音沒有看到鳥 很喜歡的那種感覺 所以 有機會想要可以上山 所以我覺得是蠻珍惜的 鍾順龍創作以攝影為主 作品關注人類文明發展 所帶來的社會變遷 也喜歡將日常生活的圍觀重新建構 2009年卸下多年的記者職務 返鄉花蓮當自耕農 作品延伸對農業及土地等環境的關注 現職除了藝術創作 也在花蓮鳳林經營品牌美好花生 中順龍攝影各展路過Transition 即日期展出至6月1日 每週5至1中午12點至晚上8點 在好地下藝術空間免費參觀 歡迎民眾前往欣賞 記者蔣邦彥 華蓮師報導 如果您有資料 有資料 您請問您 您請問您 您請問您